外界同時還很意外的就是現在傳出學運領袖陳薇婷 他要補選苗栗的立委 陳薇婷在領事上PO文說 其實他還沒有認真想過這件事情 但是的確有跟朋友聊過這件事情 而現在真的也引發了網友的討論 右鞋子怒咬苗栗縣長劉正宏 陳薇婷吃上官司卻讓他聲明大噪 快點快點快點 到帶領學生攻進異常的318太陽花學運 陳薇婷從家鄉拼到全台 這回921選戰落幕 國民黨立委許耀昌當選苗栗縣長 控出議席立委 傳出陳薇婷有意角逐 薇婷 薇婷非凡非凡 如果人很少怎麼辦 我告訴他們說 其實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那就讓他人多啊 拋召力強的領袖風範 加上年輕形象成為新生代的新星 但真的要從政嗎 陳薇婷並不否認 只說還沒認真想過這件事情 雖然早在劉正宏可能轉選山縣立委 就開始有朋友提起補選立委 但都只是聊聊而已 朋友提議的柯文哲模式 也都還沒認真想過 自帶立保的學生 我背後其實沒有什麼資源來支撐 到時網友勒劣討論 說一定支持 但也有不少人說 畢業先去當兵吧 劉正宏一定會當你 部長我想要跟你說 我認為你是一個滿口謊言的部長 在國會殿堂 陸嗆教育部長蔣偉寧 陳薇婷有沒有可能從體制外 走向體制內 成為下一個柯文哲 牽動著公民團體的未來動向 東三財新聞綜合報導